晚上10點多 穿著黃色上衣的男子 被園警團團包圍 要對他進行酒測 沒想到男子不斷不願酒測 還說自己頭部和胸口都不舒服 園警只好帶他到醫院就醫 還驗血液中的酒精濃度 沒想到一測換算酒測值 竟高達0.68 原來這名男子開車失控撞田 原本綠油油的稻田 當場凸了一塊 車子還卡住動彈不得 他不但不配合酒測 而且還沒表明自己身分 因為他自己就是警察 39歲在高雄保安大隊任職 曾經還在台中大甲分局服務 自知闖禍 甚至成謊說車子不是他開的 處理員警只好調出路口監視器 戳破他的謊言 良心惡心警務員事後招任 中秋假期回台中找朋友聚餐 喝了四五罐啤酒開車上路 沒想到壯境田裡 最後不僅吃上公共危險罪 消息傳回所屬單位 長官也對他既出懲處 調職既打過 這有彭志明王世函 料理報導